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与大家分享末世的系列信息 前三次我与大家分享了末世的预兆和如何面对灾难 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 除此之外我还分享了有两个比喻 一个是彭女的比喻 另一个是宗普的比喻 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上半部分 今天我准备与大家分享这个系列信息的最后一讲 叫做绵羊与三羊的比喻 那内容是关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到25章 诊断的信息当中 所提到的第三个比喻 也就是绵羊和三羊的比喻 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的下半部分 这也是耶稣在受难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道 马太福音从26章开始 耶稣就前往耶路撒冷而被捕受难 这次讲到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提醒 因为他知道末世已经来临 他将要走上十字架上最深的黑暗 他将要离开门徒 门徒该如何来面对这一事实 在至暗时刻来临之前 耶稣给了门徒什么重要的提醒 末世是这整段信息的一个主题 也是我们当今世代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特别是当2020年带给我们太多的冲击和思考 身处末世 门徒究竟应该来如何的生活 耶稣连续用了三个比喻 来强调和解释这个问题 这三个比喻都不是在讲 我们要靠着行为来得救 而是他强调的是 门徒得救以后 如何靠着信心在末世 过着天国子民的生活 门徒如何来预备自己 迎接君王在临 同语的比喻 强调在心态上要随时预备 中仆的比喻强调在恩赐上要忠心服事 而今天要讲的绵羊和三羊的比喻 同样要放到耶稣关于末世这一整段信息的上下文背景下来解读 如果你刚好遇到有人生病了 可是呢 却没有机会去探讨他 去慰问对方的话 不用害怕 你会因此而失去救恩 以至于不得救 或者更严重的说 会下地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得救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列举的全部的六种行为 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生病 你都能一一去看过吗 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做不到全部 少做一些也不会失去救恩 干脆不做也无法 久而久之呢 我想人们就会渐渐的麻木 甚至为自己不去做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 显然这也不是这个比喻的本意 这些想法都是对这一段经文所产生的误解 那么这个比喻在强调什么呢 今天呢 我要分两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第一点呢 就是教会要服事弱小 而第二点呢 是耶稣基督是君王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来讲第一点 就是教会要服事弱小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当中 绵羊是代表了什么 在这个群体当中 有什么特征 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啊 提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巴勒斯坦 白天的时候呢 绵羊和山羊是经常在同样的草地上 同时有出现 他们会自由的混在一起 吃草 闲逛 绵羊和山羊不会被分开了 可是呢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回到羊圈的时候呢 有经验的牧人 才会把他们分开来聚集 这不仅令我想起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耶稣又设了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即至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掌麦土睡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那仆人说 你要我去露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入败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这两样一起长 等到收割 到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败子露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麦子和败子看起来都很像 其实呢 是不一样的 到了收割的时候 就会被分别出来 那同样 绵羊和山羊在这里也是 到了人子降临的时候 也要被分别出来 绵羊被安置在右边 他们是门府的一群 在神的荣耀国度里 那显然 绵羊代表的就是得救的那一群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 这群人呢 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 正如主耶稣与绵羊的对话中 所提及的 在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当中 一人就回答说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吃 自身物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者在尖里来看你呢 主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这群人的特征啊 就是在基督再临之前 看顾那些 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服侍那些最卑微的人 这是得救的人 是教会这个群体 应该展现出来的 一个行为特征 在这里 主没有让绵羊中的哪一只 去做分别的工作 当施行审判的 是主耶稣自己 所以这个比喻 不是让我们去判断 谁是绵羊 谁是山羊 谁有好行为就得救 谁没有好行为就不得救 再说一遍 这个比喻的重点 不是在讲靠行为得救 而是主耶稣 在勉励得救的人 在他回来审判世界之前 凭着爱心 去服侍那些弱势的群体 去服侍那些卑微的弟兄 去彰显神的爱和公义 我们教会是在美国长老会 下面的一个华人教会 那美国长老会这几年来 一直在努力的推动 马太二十五章运动 邀请教会建设成 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所描述的那样的教会 那马太二十五章教会的显著特征 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经文所提到的 给他吃 给他喝 给他穿 给他住 那问题来了 这听起来像不像是要把教会 建设成一个慈善机构呢 社会上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慈善机构 有个人的 有团体的 佛教也做慈善的 基督教也做慈善 那么我们教会和社会上的慈善机构 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那在疫情期间啊 大家不敢外出采购 尤其是年老的人 福乐教会呢 人非常少 但为数几个的年轻人呢 也可以或者说是中年人呢 像我们这样的 还有其他七十几岁的几个童工 都积极的参与 小心谨慎的 来帮助社区需要的人 发送食物 以信心和谨慎负责的态度 以实际的行动来做慈善 提供一些帮助 也减少一些人心的恐慌 那表面上看起来 发放食物的慈善工作 由谁做都一样 但教会做慈善 与非教会的慈善机构之间啊 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与不同 最大的不同呢 教会做慈善 背后有一个深层次的动机 是为了归荣耀给上帝 爱神 爱人 为了他人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给自己赚点好名声 或者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 另外呢 教会做慈善的目标啊 不仅仅只是提供给需要的人 以物质上的帮助 还顾及到人灵魂深处的一个终极的需求 基督教相信 人之所以为人 生命之所以有尊严 是因为人的生命 是按照创造主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 人生命的需要 包括灵魂体的需要 这种需要只有造物主自己才能够来满足 那慈善呢 是一种渠道 是一个机会 表达创造主上帝对生命的关爱 但更重要的是 借着这一个机会 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来 得着上帝他自己 因为我们相信 这才是最大的慈善 福乐教会呢 在疫情期间呢 除了做慈善 每周六向社区发送免费食物之外 还同时配套提供与牧师聊天的聚会 这是一个自由参加的 社区的社区聚会 很多的社区的朋友每周都会来参加 从中的我们就看到 人们所需要的真的不只是停留在食物或者是仅仅停留在物质上 人还有精神方面的需要 在疫情期间 有许多的孤独 忧虑 不安 愤怒 等情绪 人们需要被安慰 需要被鼓励 需要被关怀 福乐教会这样做呢 是希望通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关怀 把人引导到主基督面前 使人来得着上帝 也被上帝得着 使人获得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与耶稣那个年代比较呢 现今这个世代物质大大的丰富起来 特别是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硅谷地区 有着很多的慈善机构 Fremont市就最少有12个免费的食物派送点 那我相信很少人会因为饥饿而死亡 那现今社会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有稀释毒品 有枪支治安方面的问题 有种族歧视 甚至还有性侵霸凌等等 这些都是人生命里面出了问题 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呢 只有当人回到创造主上帝面前 才能从根本去解决这些内在的生命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教会是一个慈善机构 但所做的工作呢 不仅仅局限于提供食物 住宿或者提供医疗看顾的需要 教会呢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 这是生命的需要 这是灵魂的需要 这也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福乐教会目前还非常的弱小 我发现神带到福乐的弟兄姐妹 人口特征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 一个是女人 老人 病人 穷人 居多 曾经我跟主说 为什么不多派遣一些健壮一点的 年轻一点的 能干一点的 有钱一点的 来到福乐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服侍更多的人呢 然而主却回答我说 孩子 我不需要你去服侍更多的人 只需要你先服侍好身边的那些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赐给我们有从他而来的爱心 那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回应主的邀请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立下这样的心愿的时候 向主这样祈求的时候 主必会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 让我们有能力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就像箴言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说的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灵神说 去吧 明天再来 我必给你 我们有多少能力 可以服侍多少人 主是知道的 主没有要求我们超出自己的力量 去服侍的 如果你的先生生病了 需要你的照顾 你就先好好的照顾好你的先生 如果你的房子是要留给年迈的父母居住 就不要变卖房子去奉献给教会 主没有要求我们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去服侍的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爱心 我们愿意付上多少的代价 用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一部分 是主赐给我们的 去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 而是看见别人的需要 从自己做起 去服侍身边那些弱小的 病痛的 没有能力的弱势群体 服侍身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 受欺压受逼迫的 勇敢的为他们发声 服侍那些被社会看不起 不被接纳没有地位卑微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 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女邻居 甚至是一些陌生的人 同时不要忘记 如果主有赐下机会的话 抓住机会 把他们引导到创造主上帝的面前 盼望他们和我们一样 成为那群绵羊其中的一只 当基督再来施行审判时 可以被安置在右边 蒙主赐福 承受那创始以来 为我们所预备的国 我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要靠好行为得救 而是因为遵行主耶稣基督的丰富 那为什么他的丰富就要听从呢 不是因为害怕受惩罚 下地狱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他是那将要再来的君王 这是耶稣的提醒 是今天 与大家所要分享 第二点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当中 神告诉我们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他有着很多的身份 教会在不同的节期 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宣讲耶稣 今天呢 是今年Advent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 有人把Advent翻译成代降节 或者降临节 我选择呢 用代降节这个词来翻译 因为教会日历上还有另外一个节日 叫圣灵降临节 也就是五旬节 都有降临这一个词 听起来呢 容易彼此混淆 Advent代降节的翻译 也很形象 就是预备等待圣诞节的来临 那在平时呢 我们为了在圣诞节庆祝纪念主 耶稣的诞生 教会需要提前做许多的预备 诗班也需要提前的练唱 有些呢 会提前排练话举 或者预备圣诞节 布道会等等 今年虽然是疫情 无法有现场的庆祝 预备期呢 也是分开的 各自在家中 但我们还是会做一些预备 我们为大家预备了代降节的每日灵修材料 邀请大家一起来灵修 今年总会所提供的代降节灵修主题 叫做让我们来点蜡烛 是的 我们很需要点起蜡烛 我们需要光 因为我们的世界一直被笼罩在各样的黑暗里 有病毒死亡的威胁 有政治与种族的动荡 我们需要那一道光 那就是主耶稣自己来到我们中间 点亮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用他真理的话语 驱散撒旦的谎言 用他的光 驱散 笼罩着我们的各种黑暗视力和负面情绪 使我们不要往下沉 而是提升我们 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正能量 投入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进入降临节的每日灵修 迎接圣诞节的来临 圣诞节令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形象 他是一个婴孩 一个可爱的柔弱的婴孩 同时Advent代降节 还预示着等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就是这个比喻所说的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不再是一个婴孩的形象 而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虽然马太福音一开篇 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大魏的子孙 是君王的后代 但是耶稣却一直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 他同样是父母的儿子 他也是一名牧匠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用比喻教导门徒 什么是天国 那时他便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 当耶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 他是以医生的身份出现 当他发预言的时候 他是一名先知 直到这一个比喻当中 耶稣直接明确的宣告 自己就是那位将要来审判世界的君王 君王便是他的身份 那么这个宣告对门徒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宣告君王的得胜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耶稣很快就要走上十字架 很快就要面对最大的黑暗 从人的眼光来看 耶稣失败了 但这不是终点 事实是真相是从终点来看 耶稣是得胜的君王 这个半中间的死亡 只是一个过程 而更大的得胜还在后面 因为耶稣还要复活 升天再一次的来审判这个世界 当耶稣在十字架之前 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 看当时的情景 耶稣是非常的失败 因为他连自己的生死 都被捏在比拉多的手里 记得吗 比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城谱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耶稣是君王 但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他是天国的君王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的国并没有结束 天国还在继续扩张 有一天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捧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来审判外民 比拉多到了最后 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和一切的事 到了最后 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接受耶稣的审判 因此我们知道 耶稣才是这个历史的终点 他是那位得胜的天国的君王 可是当时的门徒 完全想象不到 不仅是当时的门徒 即便是今天的我们 即便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 我们听了无数遍 我们还是很容易就会忘记 耶稣的这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是得胜的君王 在我们这个世代 有着许多的挑战 可能我们曾经受过圣灵的感动 我们也曾经跨出跟随主 服侍主的那第一步 当时必定是斗志昂扬 可是后来呢 却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 比如传福音没有人性 在适风的道路上百样不顺 或许我们也会面临失业生病 仿佛生命就要被整个的黑暗所吞没 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只看到黑暗 而看不到亮光的话 往往会容易失望 如果我们只看到过程的艰难 而看不到结局的胜利 也同样容易灰心上志 这时候呢 希望这个比喻能够再次的能够来提醒我们 耶稣是那天国得胜的君王 他已经得胜了 我们跟随他 也终将必是得胜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不用灰心失望 求主来帮助我们 回到末世的现实环境中 继续为君王 为国度而征战 那第二呢 是宣告君王的主权 耶稣宣告自己是君王 不仅提醒我们 他是得胜 我们要有盼望 也提醒我们 他是有主权的 我们要顺服他 在这里呢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会口头上 称呼主耶稣为主啊 主啊 那你知道主 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以前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啊 常常觉得很痛苦 因为比起单身的时候呢 我的行为举止 要受到诸多的限制 如果我一个人出门的话 只需要十分钟预备 可是呢 当我提前十分钟预备出门的时候呢 我的太太呢 一会儿会要烧水 泡茶 一会儿又会换一个包 十分钟的预备呢 还是出不了的门 结果呢 还往往会迟到 诸如此类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 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突然对我太太大喊了一声 我要自由 这下 我们两个人都意识到 原来婚姻生活 是会让人失去很多自由 同样 我们称 耶稣为主 意思是承认他拥有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力 他拥有宇宙间最高的主权 可以说 基督徒的生活 是没有自由的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民主制 相反 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 基督徒的生命中 只能有一位主 只能有一位王 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 众人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英国呢 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有一位国家的君王 叫做伊丽撒板女王 还有一位内阁首相 英国政府的实行 是议会制 议会具有行政权 立法权和军事权 以内阁首相为代表 当英国颁布新的法律时 出于对女王的尊敬 议会把新的法律 带到女王面前 在最后一张纸的右下角 放了一条黑线 请女王读完后 在黑线上签字 签字后就表示女王 同意颁发法律 事实上女王不签字的话 这个法律还是会成为法律 所以我们明白 掌握实权的不是女王 而是议会的内阁首相 那耶稣基督既然是我们的主 他就不是向英国君主预先至下的君王 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君王 任何一个基督的门徒 都要承认他的权柄 而且要完全顺服他的权柄 约翰福音13章13节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但真的是这样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凡事尊主为大 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需要 愿望和自己想做的大小事情 写满了一张纸 递给主说 主啊 这是我想要的 请你读完签字吧 如果主不签字呢 如果主说 先去服侍那个饥饿的人 那个口渴的人 那个没有房子住的人 那个赤身露体的人 那个生病的人 那个在监狱里的人 你愿意去吗 今天想一想 有没有哪件事情 是圣灵感动你 是主呼召你去做 你却不肯顺服主的 如果有 就在今天 把主权还给主 有没有哪件事 以前不愿意的 就在今天 你愿意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 最后 让我们以戴德森宣教使 曾经讲过了一句话 彼此共勉 他曾说 如果耶稣不全然是主 他就全然不是主 如果耶稣不全然是主 他就全然不是主 愿这句话 勉励我们 在一切的事情上 顺服主耶稣基督 顺服天国的君王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道远不赌尔 也被主导 托尔